好 谢谢秉鸿 不过我们来看到呢 就在林志坚论文被双杀之后呢 大家也都在关注说 民进党前提韦正宝钦 他会不会脱党参选 正宝钦他并没有多做说明 只有在脸书发文给他钟爱的党 认为呢 应该要给人民三个交代 就是要撤案 道歉跟撤职 第一个是数位中介服务法 不能只是暂停缓议 必须要撤销法案 因为呢 言论自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民进党再一次违背了创党的精神 知错赶快改 应该立即的要撤案 第二个就是要抄袭跟挺抄袭的 犯错就要道歉 应该要公开向大家还有台大道歉 是非和呈现呢 是台湾人要坚持的核心 更是永远的台湾价值 对冲台大 犯错不能当作没有事 这是必须要公开道歉 另外郑宝钦说 第三点是陈明通身为指导教授 应该要撤离国安局长一职 他认为有人说指导学生国安局的工作无关 但是呢 其实最根本的相关 就是关系到人品跟诚信 最后呢 郑宝钦说了 这种不分是非的做法呢 就像是脑子进水一样 要赶快的更正修复 数位中介服务法呢 是迷失方向的颅内出血 不止血的话 就会出大事情的 好 看到这是郑宝钦再次的轰 中爱的党 大家认同郑宝钦的说法吗 认同的话 我们就在聊天室加一 好吗 好 来看到呢 这个前立委郭正亮也说了 在临之间论文被双杀之后呢 接下来桃园选战的关键 就是看郑宝钦他要不要选 因为呢 郑宝钦对桃园的熟悉度 是超越郑宇钦的 所以呢 带给郑宇钦的压力 也绝对会是超越对手张善政 因为桃园事实上他这个论文的风暴 郑宇钦恐怕真的要担心了 就是郑宝钦有没有决定要参选 因为郑宝钦对论文抄袭这个事情 他是讲的最白的啦 所以T台有做公民调嘛 郑宝钦有10%耶 郑宝钦当然对桃园的熟悉度 绝对超过郑宇钦啦 对 超过现在的三位啦 事实上就是郑宇钦基本上都是搞文宣的嘛 而且他后来都认党职嘛 郑宝钦是真的在经营第三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要观察 就是说第一个是郑宝钦跟民众党会不会合流 因为你这样才构成真正的 有实力的第三方 那第二个就是 你会抢走多少郑宇钦的中间票 因为这个议题郑宝钦讲是最清楚的啦 他第一时间就说 有人因为论文抄袭退选嘛 那结果又来了一个挺论文抄袭的人 事实上就已经是直接在批郑宇钦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 那他当然如果出来选那个 他的挑战的力度 因为基本上他也是选举的老将 坦白说他跟那个杨丽环那次选举也是非常精彩的选举 后来才赢不到一千票 在桃园市 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选举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很会选举的人 他在那个对郑宇钦造成的选举的压力 一定会超过张善政 我并不是说他比张善政强啦 因为张善政的票是国民党的固定票 可是就是说在文宣上 那郑宇钦就会遭遇到 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刚刚问大家认不认同郑宝钦对党的建议呢 看到很多人都加一都是认同的 但是呢 Jaco W说 郑宝钦还是不敢轰最该下台的蔡英文啦 的确这三个建议当中 并没有说蔡英文应该要道歉或下台 第二个呢 还有就是塔利班吃萊豬核食的这个好朋友 他说他赌817份的鸡排啊 郑宝钦是不会参选 大家的看法呢 你觉得郑宝钦最后会参选吗 因为最后的时间就是9月2号之前 他必须要做决定要去申请 要这个托党参选 如果这个时间可以的话 那就应该是9月2号之前 时间也剩下没几天了 接下来这个画面呢 有人觉得舒服吗 这个有点不太舒服 这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尽管是已经68岁了 但是他想办法 就是要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 所以昨天他在脸书po出了 他职工知名的同志友善酒吧 民众和热情的跟他拥抱自拍 甚至呢海上调酒师学习调酒 对此呢 陈时中说 他跟亲朋好友的聚会当中 喝点小酒呢 是可以让感情升温的 拉近彼此的距离 最后呢他提醒大家 未成年不要喝酒 开玩笑说他已经满18岁 好长一段时间了 看到他开始拉年轻人的票了 疫苗采购价格保密持续的延烧 而陈时中指出说 没有国家会直接的公布单价 不直接公开的原因是因为有合约 而惨遭了台北市议员徐晓信的打脸 他公布了阿尔巴尼亚 跟辉瑞签订的疫苗采购合约 是公开透明 难道阿尔巴尼亚不是国家吗 而面对于陈时中他说 没有不能公开 随时都可以公开 徐晓信他就怒酸说 但是就是不能公开 陈时中只要谈到公开透明相关的事情 他就会跳脚加说谎 比方说吧 他今天又突然说呢 没有国家公布疫苗的价格 可是呢 他前几天不是才告诉大家说 公布价格没有问题 可以随时公开 陈时中对于疫苗 是否采购价格能够公开的看法 我整理出来 结果就是呢 没有不能公开 随时都可以公开 但不能公开 自己从网路上面就可以找到一份 阿尔巴尼亚跟辉瑞的疫苗采购的合约 而且里面是没有任何遮蔽的 那我就请问陈时中为什么要去羞辱阿尔巴尼亚 说他不是国家呢 为了自己的选举 这样去伤害其他的国家 真的妥当吗 我举出三份合约哦 是可以现在立即马上公布 而且不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疫苗采购的 第一份就是AZ的合约 因为台湾买了很多AZ 但AZ现在未来没有打算再生产疫苗 而且AZ只能打一次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BNT没有买到的那份合约 这份合约因为已经涉及 有舆论认为说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当然更应该公布出来 吴子佳董事长直接讲说 这份合约的采购价格比郭台铭后来买的 还高出1亿美元 也就是30亿的台币 那这么天差地缘的价格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外界都在问 很多人都讲说 民进党碰到事情都喜欢告人 但在这件事情上到现在为止 陈时中都是闪烁旗帜 他说他不知道数字 那也没有去提告吴子佳 就会让大家觉得 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那第三份合约呢 是什么合约 就是高端疫苗的合约 高端全台湾只有4%的人打 而且呢 是台湾补助的 我们有很大的溢价跟谈判的空间 再加上除了台湾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购买 连送很多人都不要 第二期的报告 去年10月本来就要交付 但已经拖了几乎一整年 到现在都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买的很贵 是不是可以公开合约的价格 我希望陈时中不要再以高端的药厂业务的身份自居 没有不能公开 只有陈时中敢不敢的问题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 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